保罗第三次传道旅行的回程 经过特罗亚来到米利都 米利都是位在爱琴海东边的海港 临近以弗所 先前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行的一开始 曾经在以弗所的推拉努讲堂 讲了两年的道 让以弗所的福音事工非常兴旺 只是后来发生了骚动 保罗也就离开以弗所 因此当保罗在回程坐船来到米利都 他刻意就不进入以弗所 而是请以弗所的长老跟信徒 来到米利都跟他会合 在那里跟他们做临别证言 保罗似乎有所预感 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块土地 果然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不久就被抓起来成为犯人 失去自由 保罗在米利都对以弗所的信徒 所说的这段话被揭露下来 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 实在是有特别的勤奋 在过去将近三年的期间 保罗跟他们一起同工 一起受攻击 可以说是建立起革命情感 甚至于是像家人一样生命的关系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触动他们的心 保罗就像他们的家长 现在却是要与他们生离死别 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看到 类似的临别证言的场景 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跟门徒所说的话 以及为门徒在上帝面前的带导 摩西在摩押平原对着以色列百姓 重申上帝的诫命 呼天唤地的来作证 而提灭命以色列人要遵守上帝的诫命 耶稣亚在事件跟以色列人立约 要侍奉上帝 在这些临别证言里面 除了有离别的安慰 也有使命的传承 还有对于未来的期许以及提醒 责人日以远 但不是典型在塑袭而已 而是要能够延续他们的典范 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节说 你们要纪念从前带领你们 向你们传上帝信息的人 回想他们生前怎样生活 怎样死 要效法他们的信心 让这些信仰前辈的精神 不断继续地激励自己 就是我们纪念他们 思念他们的最好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